又是陳炳安和大家講波經的時間 來到今時今日,世界杯決賽周 已經完成了16強的賽事 亦可以經過頻密賽程之後 讓一些晉身8強球隊有個喘息的機會 至於在期間,亞洲球隊其實都可以說 令到我們亞洲球迷有驚有喜 特別是澳洲、日本、韓國都能夠殺入16強 可惜去到這個階段 日本射12馬被黑羅地亞淘汰出局 至於澳洲和韓國亦都沒有辦法再進一步 但值得慶幸的是,在今屆世界杯決賽周 總共連主辦國的卡塔爾 有6隊亞洲球隊參賽,都值得我們高興 當中,雖然沙達拉伯和伊朗未能夠盡身16強 但其實他們在小組賽都曾經先後贏過球 而且特別是沙達拉伯能夠反勝阿根廷 都令到我們大家有很多驚喜 中觀在分組賽和16強的賽事裡 亞洲球隊的確還有不足之處 當然他們的努力,他們的身體對抗 無論是戰術的安排,其實都是進步當中 但面對著現在全球的足球強角 其實包括一些既戰術的能力,的確是有所加強的 我們來看看日本對著克羅地亞 雖然形勢上不是太差 但到最後階段,始終球員的抗壓力不夠 最終射12碼,被克羅地亞淘汰出局 至於韓國對著巴西那場16強的賽事 更加顯示到,當巴西這類型的足球強角 無論是在整體的發揮和戰術的安排 出現一個理想的效果的時候 似乎我們亞洲球隊的確是要想想辦法 在這方面怎樣有所加強 無論如何,我覺得今屆世界盃來到這個階段 亞洲球隊有很多方面也是進步當中 當中包括他們在體能方面 其實去到很多場比賽最後階段 雖然有對方球員抽筋 都未有他們抽筋 但這樣是不足夠的 總結來說,我對亞洲球隊仍然存有一定期望 希望他們不接下來白尺乾頭更進一步 好了,今天和大家講波警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陳炳安也和大家講一聲,拜拜